大家好,我是塔岛哥哥 今天为大家带来王冠第四季的收尾之作 正如前三季每一季的最后一季一样 每当观众被前几季的情绪所左右 而不自觉跑偏之后 这最后一季则总会再次把观众拉回主题 正如这部剧的名字一样 王冠自始至终从来就只有一位主角 本集故事的一开始 广播中便传来众多当时有关英国的新闻报道 用以反映当时的大环境 以及应沉内阁中暗潮涌动的危机 总体说来可以简单概括为 英国经济日趋恶化 通货膨胀居高不下 保守党民意下跌 似乎把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 铁娘子萨切尔夫人 1990年10月30日 萨切尔夫人在下医院 对欧洲一体化呼声做出直接回应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金句 接连三个诺 正是因为对欧洲一体化的坚决反对 而直接促成了他下台的最主要诱因 至于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则来自1990年11月1日 杰弗里豪的卸任发言 这个杰弗里是萨切尔夫人的副手 时任英国副首相 他曾是萨切尔夫人的金牌搭档 并且是当时最资深的内阁成员 因为萨切尔夫人强烈反对欧洲一体化政策 他宣布辞去所有职务 结束内阁生涯 有关欧洲一体化的问题 向来是英国人的老大男问题 说他是历任英国政治家的试金时 毫不为过 亲欧还是脱欧 B2B or not to be 还成问题 有关这个问题最讽刺的一点在于 从1979年5月4日 至1990年10月28日期间 萨切尔夫人接连干了三届首相 虽然他骨子里一直是个对欧共体 坚定不移的怀疑主义者 但是当年在他上台之初 他眼见民众对留在欧共体的愿望 更加强烈 他还曾合乎礼数地支持过这一决议 而当他上台之后 则大大方方地亮明了自己的态度 他曾直言 欧洲共同体对英国而言就是噩梦 所以脱欧派的萨切尔夫人 和亲欧派的杰弗利豪 至此彻底撕破了脸 曾经并肩战斗的亲密伙伴 如今成为了政治宿敌 在杰弗利的这项辞职声明中 他除了责难萨切尔夫人 对欧共体的政策 是严重损害英国的利益之外 他更公开地鼓励 其他保守党成员应对首相的支持 重做考虑 如此便直接引发了 曾在1986年因政见不合 而退出内阁的前国防大臣 赫塞尔廷 宣布挑战萨切尔夫人的党魁和首相地位 进而举行了新一任党魁选举 在第一轮投票中 萨切尔夫人得票高于赫塞尔廷 但收入票数仍比规定的少两票 因为按照规则 两名选手得票差额 要达到总投票数的15% 才不需要举行第二轮投票 可是由于萨切尔夫人只得14.6% 所以便要进入第二轮投票 起初萨切尔夫人仍然坚持参选 但随后她征求了一些内阁成员的意见后 最终决定宣布退选 三界河东三界河西 现如今大势已去 在辉类告别唐宁街10号之后 女王再次邀请了萨切尔夫人前来见她 女王对她说 在我们合作期间 人们只会盯着我们彼此身上诸多的差别 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偷懒行为 并且会造成误导 他们忽略了我们身上很多共同的东西 我们属于同一代人 我们同样是基督徒 我们有着共同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感 最重要的是 我们都现身于我们所爱的这个国家 所以考虑到上述种种 今日我向你颁赠地位崇高的功绩勋章 以表彰你杰出的功绩 我们先来简单说一下这个功绩勋章 功绩勋章是一种英国和英联邦勋章 由英国君主所颁赠 该勋章于1902年由英皇爱德华七世所创设 以嘉奖在军事 科学 艺术 文学 或推广文化方面有显出成就的人士 本勋章的获勋人士不必由官员提名 君主本人可以自由决定获勋者 功绩勋章是一项很高的荣誉 虽然它有别于传统的勋章 并不附带任何头衔 但不少人仍认为它是现金地位最崇高 而尚未废除的勋章 连同君主在内 本勋章的限额只有25位 但是海外的获勋人士则以名誉成员计算 并不包括在名额以内 1991年时 萨切尔夫人的丈夫丹尼斯萨切尔 被册封为从男爵 以确保儿子马克萨切尔有头衔可以继承 而这也是自1965年以来 唯一策立的从男爵爵位 在1995年 萨切尔夫人获颁赠加德勋章 此荣誉一项赠予前任首相 也是英国骑士勋章中最高的一种殊荣 本集中女王亲手为萨切尔夫人 戴上功绩勋章的镜头 萨切尔夫人表现得极为动容 因为她做梦都没想到 曾被她视如己出的政治同盟 出卖了她 而被她视若水火 妨碍她总统梦的女王陛下 竟然认可了她 以上一系列故事情节 是本集中刻画的最为细致 且高度还原历史的片段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这集中 没那么高度还原历史的情节 或者说 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历史的情节 那便是有关戴安娜王妃的片段 戴飞在这一集中 精神状态可以说是越来越糟糕了 她和王子的爱情故事 可以说是彻底不见了踪影 有关戴安娜和查尔斯二人的故事 很多观众一直以来 没有把握住三点核心内容 无论是哪一点 这里都有一个大前提 那就是 我们都是普通人 也正如诸多的英国老百姓一样 我们也只能以普通人的视角 去看待上述种种问题 今天借此机会 正好说到说到 第一点是有关戴安娜和查尔斯 当初的结合 暂且不说这是一桩王室婚姻 你不是喜欢强调 以人民的视角看问题吗 OK 即便以一场普通婚姻的性质来看待 问题来了 婚姻的本质是什么 婚姻是社会经济和资本的产物 婚姻制度存在的目的 是为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劳动力 以及稳定的社会结构 跟爱情没多大关系 婚姻法什么时候要求过人们 必须要因为爱情而结婚 不会吧 而是大家自认为 婚姻是爱情的必然结果 我们对戴安娜和查尔斯二人 所有的情绪来源 都是基于爱情这条线索 毕竟如此稀缺的资源 谁不渴望 谁不畅想 可毕竟 爱情就像鬼 听过的人多 见过的人少 第二点 很多人认为 戴安娜和查尔斯之所以不离婚 是因为他贪恋王室带给他的光环 而另有其他人认为 他不离婚 是因为王室不想让他离婚 王室就是看他好欺负 关于这两点 客观来说 其实都不准确 但我表示非常理解 对此时以上论调的观众 我大胆猜测 这部分观众 可能是还比较年轻 或者说 还不是一位母亲 不是以普通人的视角 看问题吗 OK 咱甭说像戴安娜 这种母仪天下的女性了 即便是普通人 在面临离婚这一选择的时候 对于已经生育的女性来说 她首先带入的角色 是孩子的母亲 还是丈夫的妻子 戴安娜之所以不离婚 最重要的原因 一定是因为两个儿子 这不复杂吧 而第三点 是本集中 着重刻画的 亦是本剧主创人员 所极力表达的一点 那便是戴安娜 一直以来所没搞清的 一大原则问题 接下来我们聊聊这一点 1989年2月 戴安娜之身一人 出访了纽约 这次访问活动 是受英国政府邀请 这里特别注意 并非王室一手安排 查尔斯此时的心态是 本来就早已经看你不顺眼了 现在你又出来抢我风头 这是什么行为 接下来 查尔斯先是想办法 极力阻挠 戴安娜此次的美国之行 但最终 在戴安娜的不驱抗争下 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看到这里 也就引出来一个 至关重要的话题 那就是王室和戴安娜之间 一直以来最主要的矛盾是什么 在王室眼中 认为戴安娜经常擅自活动 无组织 无纪律 老是想着自己作秀 王室需要的是什么 是对待每一次不同的王室任务 委派最适合的王室成员 首要主旨是完成任务 至于人选 那远在其次 强调个体 是王室所真正不能忍的 退一万步讲 就算需要突出个体 应该突出谁呢 或者说 也只能突出谁呢 等戴安娜到了美国之后 那结果不用想 又是一个满堂彩 引得美国民众 上上下下 男女老少为之疯狂 她这次出访的主要目的地 是位于纽约平民区的 一所普通医院 这里在美国当地 很少有政客考虑来访 在这家医院的 艾滋病儿童病区 王妃还和病患儿童 有了直接的肢体接触 正是这一幕 打动了无数从电视中 看到报道的美国人 以及其他各地的世界人民 有关戴安娜探访 身患艾滋病儿童这一幕 属于本集中的巧妙艺术加工 因为这件事 实际发生在1987年的巴西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对此曾评价道 在1987年 一个许多人还相信 艾滋病可以通过轻微接触 就能传染的年代 戴安娜王妃坐到了一个 艾滋病患者的病床上 握住了她的手 她告诉世界 艾滋病患者需要的不是隔离 而是关心和爱 而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改变了卡米拉和查尔斯二人 先前的约定 卡米拉对查尔斯说 我虽然想和你在一起 但是我不想被羞辱 被攻击 难道让我和她比赛 谁更受欢迎吗 那我岂不是会输得一败涂地 人民群众一人一口唾沫 就把我淹死了 如果我们现在公开关系 那反而会更加成就她 在公众舆论上 戴安娜总会打败我 像我这种人不应该出现在童话里 毕竟 这就是人民所希望看到的童话 而在现实和童话的比拼中 童话总是占上风 紧接着 查尔斯和戴安娜二人 爆发了迄今为止 最为激烈的一次争吵 王子殿下之所以如此愤怒 是因为他认为妻子此举 无形中深深伤害到了自己的爱人 这逻辑够无敌吧 在发泄完之后 查尔斯还给戴安娜出了个馊主意 如果你要想抱怨 甭找我有本事你去找一手 保办这段婚姻的人去 当王室一家人聚在一起 欢度圣诞之际 戴安娜还真就找上了伊丽莎白女王 查尔斯这时候也忍不了了 她也没闲着 但她和戴安娜一样 女王也没给她什么好脸色 这里也就点破 王室根本就不是 想不想让戴安娜离婚的问题 而是不想让查尔斯离婚 伊丽莎白这样的婆婆 从什么时候起 会开始担心和考虑 儿媳妇的问题了 这之后 菲利普亲王找上了戴安娜 和她进行了一场单独谈话 正是这场谈话 点明了戴安娜一直以来 没搞明白的问题 即是我前文中所说的 那第三点原则问题 戴安娜对菲利普说 尽管我们俩都是局外人 通过婚姻这种方式 进入了这个家庭 但我和你完全不一样 菲利普说 当我13岁遇到公主的时候 我就是个局外人 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还是一个局外人 这个体系中的每一个人 都是孤独的 迷失的 不相关的局外人 除了哪一个人 唯一的那一个人 他才是最重要的 他是我们所有人呼吸的氧气 我们所有人职责的根本 恕我直言 你问题的根本 似乎在于 没有搞明白这个人 到底应该是谁 这一幕 也正好对应了 第一季第一集之初 伊丽莎白的父亲 国王乔治六世 对未来女婿 菲利普的定住 纵观王冠四季下来 无论每一集的制限故事 都有哪些 每一集的戏剧主角 都是哪些成员 他真正刻画的 自始至终 也只有王权二字 不同的游戏 有不同的规则 不同的玩法 身为一名 无法制定规则的玩家 首先应该 遵守游戏规则 而不是讨论 规则是否正确 从步履蹒跚的 玛丽王后 给年轻的伊丽莎白行 屈膝里 到本集中 戴那眼含热泪 望向镜头 数十年过去了 一切没有丝毫改变 这菲利普 得亏是不会唐诗 不然指定得 当场吟诗一首 平均默化 封侯氏 一将功成 万古枯 第四季 完